这是应该是女士 韦尼萨 她说给我们来信说 抱怨说在美容院 她在做皮肤管理 皮肤的管理 这个被粗暴真轻手法 是一种可能是比较现代的一种什么手法 这是可能美容瘦身方面的东西 她弄伤了皮肤 而且呢 现在的皮肤呢 是长得又非常的差 就是没办法可能属于伤口 没办法合 那么除了清真 除了真轻呢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闭口吗 那么关于这么复杂的一个专业术语呢 确确实实我可能作为男生啊 没办法了解到底她的真相是什么 刚好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 乐莎医美中心的美学总监 Melody C Melody在节目的现场 Melody你好 这个皮肤管理 因为她说她用这个被粗暴的针 轻手法弄伤了皮肤管理 因为我讲的不是很清楚 我不知道说她是不是做一个滚针的一个疗程 因为滚针的话就是就是micronedaling 她用针然后再滚 然后滚 她像如果说不是护士做的话 是美容师做的话 她那个针滚针呢 那大概是0.4是可以做的 可是呢这有一个缺点 如果你说脸上呢本身有很多的这些闭口啊 青春痘啊 或是怎么样子的话呢 这一滚上去 这个针一次上去之后呢 很容易就是会感染细菌感染 就是因为她就是有这个细菌嘛 那所以说在滚针的时候 通常都要很小心 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很多闭口青春痘的话 我就不太建议这个去用这个滚针的方式 那她问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她呢 像其实有一个叫做海飞锈的 就是一个用水窝的这个方式呢 用水的方式帮你把你的这一些青春痘啊 或是闭口这个东西给清干净 所以说方式有很多 就看你怎么做 那如果说像有些闭口它是比较就是比较深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个软化的动作 帮你这些闭口的地方先软化了之后呢 然后再挤的话会比较容易清洁干净 哦没有错 那就是等于说 如果这些爱美的女士呢 其实也包括男生啊 那么如果想寻找一个比较就是那种安全的 而且放心的 特别是有保障的这些这个所谓的整容中心啊 整容中心 或者是说医美中心啊 一定找一个可靠的知名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诊所才对 没有错是吗 对对对 所以说 其实如果说一般的青春痘痘的话 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用怎么样的产品来帮助你 可以就是说 可以消炎啊 其实做完这个之后 我们一般都会帮客人就是要消毒 你知道吗 就是把这些闭口这些地方要照灯要消毒 那这样子才不会更容易发炎 要不然有时候 咬完挤完之后 怎么觉得更多的青春痘 更多的闭口 就像这一位这个维尼莎小姐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清洁消毒是非常重要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回家之后是不是也用这一些这个青春痘的这一些药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要让他消炎嘛 所以说也我们都会建议就是客人的回去的话 还要再查青春痘的药来帮助消炎 哇真的是非常的科学 而且有一整套的这个设施啊 而且帮助这些这个爱美的女士呢 去消除自己在脸上啊 或者身体各个部位的一些这个瑕疵 也是非常感谢乐莎医美中心的美学总监Melody 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好谢谢您 谢谢您